秦肖贤活到现在不容易啊 竟然被贾乃亮用一套画术 骗了自己和黄景瑜 不知道是贾乃亮的画术太好 还是两人太傻 在我上学的时候 学校里面有教这个东西 就压根学不进去 等到过年的时候 碰到贾乃亮了 他就打两根 打两根确实打得不错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说弟弟啊 你天赋异禀 你刚才打了五分钟 你就打成这样了 你就得打高尔夫啊 然后我就清醒了他 后来我就放上黄景瑜了 贾乃亮说的词 跟黄景瑜跟我说的词都一样 不是 是贾乃亮骗谁都拿这套课 他都不换的 他都啊 不得不说贾乃亮骗的真好 要不然上哪看老秦打高尔夫啊 高尔夫就这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实有一批的有时黑马 就是我们的行销先销 那他已经秘密在秘密 苦练了差不多二十余载 都说男友Tiger 北友肖贤 那么这次让我们肖贤来感受一下 这次完美的灰肝 肖贤真的是这方面有天 然后下次吧 我再期待一下 秦肖贤这一生 简直是如履薄冰 众所周知 秦肖贤学相声 是被老妈骗的 原本以为是上北系 学习影视表演 没想到是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学习相声 要不是被骗 估计老秦就继承家产去了吧 这样的骗局麻烦多来几次 自从秦肖贤出道以来 可以说是争议不断 但秦肖贤凭借自己的努力 打破了这些争议 虽然秦肖贤是一个富二代 但他却一点都不顽固 从相声到综艺 秦肖贤可以说 带给大家许多的惊喜 特别是最新播出的行动派第三季 秦肖贤还是有运动天赋的 也希望秦肖贤能够在节目中 多多展示自己的运动天赋 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 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这是秦宁 这个一点都不算 一点都不算 你都说实话我就觉得 我师哥不会骗我 你们知道周九良在 他 他给我的时候 我有多相信他吗 周九良 你知道你刚刚跟我说的时候 你这眼睛还这样眯着 点声